大家好,我上一集拍了一個掌胎不掌肉的分享 就是飲食篇,我今次會跟大家分享運動篇 因為大家真的問了很多這些問題,我有需要跟大家說清楚 確保大家的安全才開始做一些孕婦的健身教學 孕婦真的不是說有了嬰兒就要躺在那裡才叫做最健康 如果醫生說你是在很特別的情況下 適量的運動可以令我們的血液循環變好 其實我們的血液循環變好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血液裡面的含氧量會提高 其實是可以消除我們懷孕期間 覺得不舒服,或者是覺得整身很痠痛 或者是情緒不穩定等等的情況都是可以改善的 第二,其實做運動是可以控制我們的血糖 其實就是可以避免我們的飲食糖尿 因為其實有飲食糖尿就比較麻煩的 就是我們可能要吃營養餐,或者要刺手指等等 第三,其實做運動除了對我們好之後 還有對我們的寶寶的身體的發育 在我們的肚子裡面已經是比較好 包括大腦,呼吸,平衡系統等等 第四,就是令到我們的身層代謝比較好 換而知,我們的抵抗力會好 我們的抵抗力好,我們寶寶的抵抗力也一樣會好 第五,就是可以舒緩一些我們身體的痛症 例如腰酸鬱痛,腳抽筋 而最後一點,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就是做運動可以令到我們的心情愉快 如果心情愉快,你也會感覺到 我們開心,他也會開心 晚上也會睡得好一點 其實有很適合做的運動,包括散步 散步,如果天氣太熱的話 大家要注意自己的體溫,不要超過38度 而如果你本身有跑步的經驗 可能你說,我本來跑步 如果你慢跑步,心跳最好是不要過140度 因為你心跳快,其實嬰兒喘,他也會辛苦 第三,就是可以做一些人負的運動 可以令到整個人沒有水腫 令到我們生育的能力大一點,好一點 令到我們整身沒有那麼冤 因為我朋友跟我差不多引起 但他們與我相對比較辛苦 因為他們本身沒有運動、沒有做運動 所以我最好感受到做游家可以代表我们的效果 而我们的孕婦是比较容易 catch up 第四就是游泳 游泳其实是一个无重的状态 而且可以令我们的四肢都可以运动动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大饮运动 在我们怀孕的初期都是适合的 然后就是一些稳率粗或者健身粗 不过一定要慢就不要烦 帮我们舒展一下我们的筋骨就最好了 然后就是走楼梯 走楼梯可以帮助我们的骨盘 我们下半身的骨盘 让我们如果是上产的话会比较容易 不要过分地收缩我们腹部的骨盘 我们最好放松我们的腹部 让我们的孕婦不会太厉害 我们不要做一些跳躍性 因为跳躍性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撞击性 也会有一个危险性 如果你去打球或者撞击性的运动 或者滑水或者流冰 你可能会跌倒 还有就是一些剧烈转身 剧烈转身是把你的人打开 然后有少少的轻微转身其实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把你的人扭脉转身 再转身好像有些骨盘的 一些advice的动作 那就要避免了 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擠压到你的BB 那就会令到他不舒服 或者令到他很辛苦 其实一至三个月 其实是我们的人体来说 是最不稳定的时候 所以我想头一两个月 大家可能除了散步 就是慢步之外 真的不要说做得太多的运动 那到你见了医生 你问清楚医生 你是否知道做运动 或者你是否一个正常 或者健康 如果是的话 你可以开始游泳 游泳 散步 都可以的 因为头三个月 你会很累 所以你也做不到太多运动 而且有时候会有些不舒服的感觉 例如子宫呢 因为他在里面建房子 在建房子 其实这个时候你的胎盘开始稳定 婴儿也穿了床 其实没有原因流产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增加你的运动的次数 以及你的运动的时间 就不是那个激烈性 不要增加激烈性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任务瑜伽 你可以开始健身操 你可以开始快步 走路 走路 或者是游泳 等等 其实一个正常 如果没有什么状态性 没有什么跳跃性 没有什么跳跃性 不会过分增压到你的婴儿 或者是不会复过过分用力的运动 都是可以的 去到差不多二十八周之后 其实你的体重就越来越高 把运动量又要放轻一点 就是减少一点 可以这个时候做一些慢的健身操 或者是一些伸展的运动 拉筋等等 去保持我们身体依然 血液循环都是好的 令到我们的水中情况 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去到后期 应该是水中情况最严重的时间 差不多去到生育的时候 我会建议大家坐健身波 其实现在很流行 其实就是任务可以坐在上面 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去帮助我们的骨盆 去做一些运动 或者是收抗治愈等等 就可以令到我们的生产过程 特别容易了 好 那我今天要和大家说 有没有留呢 应该都没有了 之后呢 就会慢慢出多一些 是任务瑜伽 任务健身 任务拉筋等等 的视频 是给任务都可以做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有些人就会说 那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做 酷刑 又可以去做一些很激烈的运动 那就真的要善悟 每一个人的情况 有些人甚至乎 是怀孕狗 都不逃跑 这个就真的要看好 本身你的底子 好像我本身是做一些 很高难度的渔家 其实我也还可以做渔家 只不过有些动作 我要避免 所以这个就真的跟人而言 希望今天这个视频 可以解答完你们的问题 我也是真心地拍这个视频 是想大家健健康康 也不想大家在怀孕的时间 令自己的体重 飙升太多 所以保持 移动自己的身体 也可以令你的孩子 很健康 你的生产过程 都很顺利 你的情绪 最重要是你的情绪 都是保持一个很开心 很愉快的状态 好了 那 应该差不多了 好了 那我 下次再跟Ease 拜拜